各位贵宾,非常高兴地欢迎各位大假光人 在这里,我们就省掉那些虚伪不必要的开场白 送各位下地狱去吧 让我松手鸡铭匠 宝物全部建了 地下拍卖会的金库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特别送到金库里的宝物 好像被英寿的其中一个人移走了 英寿就是石老头因以为傲的实战部队 你们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我可以出手吗 当然可以 把整队的英寿全部杀光 找到了 那个热气球,那些家伙坐在热气球上面 依这个方向看来他们正往沟德沙漠那边前进 立刻通知所有组织 沟德沙漠 了解,我们也会立刻赶到那个地方的 终于找到了 实在太嚣张了 现在外面戒备这么森严 居然还有新奇的夜空翱翔 气球不是飞行船吗 好,就这样追下去,盯住他们的行动 那么今天晚上那几百个客人到哪里去了 照这个情况看来 对方很有可能不只是普通的武装强盗集团 啊,这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不要小看他们 要不然我们会跟飞蛾一样自寻死路 我刚刚得到了情报石老头那边 也叫英寿出动了 你说石老头派出英寿 现在乖乖的听话 看是要被淹死还是被活满 让你们自己决定 再让大家这么麻烦的话 你们最后只会死得更难看 混蛋 他们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太落伍了吧 这是黑道的开场白吗 看样子,我不用出来打扫吧 我看是不必了 反正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完成了 哦,是吗 没关系 这些人全部交给我来解决好了 你们最好不要插手 那就算了 只是有点无聊罢了 还得看对手是什么人 看样子真的没事做了 用不着担心 你们看 你干嘛带那个来 因为基地那边刚好有嘛 等一等 走 找 找 想接那些客人的人是你们吗 对 一点也没错 你猜对了 哦 你看到这种场面还有胆子回答 算你有种 我问你 你的脑袋在哪里 好 要开始了 一 二 三 四 比任何人都强 就是无灵河 这就是那家伙 活着的意义 真像黑猩猩对战小猫的 普通的枪炮根本就伤不了窝巾的一根寒毛 他是幻影旅团里身子最壮的 不过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大狼猩跑来送死真是辛苦他们了 就 可恶 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却过不去了 喂 我们快点过去 等等 什么 情况不太对劲 唉 这么弱 还我在银兽出现之前 连暖身运动都没办法做 你们黑道集团的力量就这么不堪一击啊 好 我这边瞄准了 好 同时射击 三 二 一 好痛啊 原来是来福枪 在那边 什么 居然连来福枪的子弹也没有用啊 怎么可能 这可是装甲车最用的撤甲弹啊 像蚊子一样讨人厌的家伙 只敢偷偷摸摸抖的远远的阴险的胆小鬼 证重目标 不要弄 你这个大怪物啊 跟我们做对的家伙有什么下场 我马上让你知道 看我手上这种一炮就能够轰烂战车的超级火箭炮 让你碎尸万段 我真是悲哀 你竟然拿我跟区区的战车相提并论 去死吧 直接命中 必死无疑 跳过 果然不错 不错 的确蛮痛的 哈 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居然有这种人啊 刚才的爆炸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居然能用单手挡住了火箭炮 看样子敌人是强化系的念能力者 而且实力不知道强过几分 不错 比我们先到的人应该全死 看来枪炮对他根本起不了作用 难不成 连火箭炮他都视若无睹 我 你自己看比较快 看了就知道那家伙的气有多强 还有到底死了多少人 那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天啊 那家伙空手把人像纸蟹一样揉碎了 谁敢去抓那种怪物啊 就算打死我我也不去 我也一样 怎么样都不可能打赢他们 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撤退回去吧 你这个笨蛋 这种任务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的吧 我看这样我们跟队长联络一下好了 怎么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心跳声 这是什么东西啊 银 银兽 银兽 对 黑豆集团的手里 石老头 他最引以为傲的武斗派实战部队 就是银兽部队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样子 居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旋律 这是属于人类的心跳声吗 你们几个是哪个组织的人 我们是利兹家族集团 也就是莱特诺斯拉先生雇佣的保镖 原来如此 你们是诺斯拉底下的人 虽然你们似乎也会用点面力 但是还是别出手的好 因为那些家伙可不是普通的盗贼 杀人对他们来说可是家常便饭 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杀人专家 这么说起来是跟我们一样了 好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黑道集团真的叫英寿出来收拾残局吗 那些家伙就是徐吉地下开卖会的人吧 看起来好像是蛮好玩的人 不过也只能活到今天为止 只要碰到我们 那家伙就归天了 好 就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吧 我已经赢了 等等 你再看一下 各位 要不要再比一局 小子 别忘了你可是最后一名 居然还敢这么神气 人来了 英寿来了 要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国金不是叫我们别出手吗 说的也是 是英寿吧 竞标品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的警卫跟客人哪 谁傻光了 竞标品哪 再不说的话 蛮有力的吧 完了 什么嘛 连牌都没看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来 给你选择 你要在地下 让我杀个痛快 还是在地面 被其他三个人杀死呢 你死了 定了 没有用的 只要进入地底下 我就能发挥 比地面上墙上好几倍的超强威力 不管是再厉害的家伙 都不可能逃得掉的 你的祈祷结束了没有 我们可是没有时间 看着一个大男人睡一次的样子 既然如此 我看我也该出手 你去上吧 你就用这种趴在地上的姿势下地狱吧 你就用这种趴在地上的姿势下地狱吧 你这个没用的居又难 去死吧 去死吧 混蛋 他认真 现在无路可逃的人是你们才对 死猪的死心 这个家伙是 啊 这不敢相信 从来没有借过这么强的念能力者 死猪 真是可怜 这可是死无全失 地面下的英寿完蛋了 超破坏群的威力果然厉害 的确不同般响 说明白一点 其实也不过是注入念力的幼直拳罢了 因为只是注入念力的幼直拳 超强威力才能直接爆发出来 我认为 这是达到强化器顶点的男人最适合的巅峰武器 啊 再说他已经达到强化器顶点的话 那家伙一定又得意洋洋 我记得那家伙的最终目标是 把超破坏力拳的威力炼到像核子弹爆炸一样的可怕 他是时常这么说 我想应该是认真的 没错 他很认真 这也是强化器的人最可怕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 以窝金的自信一定能办到 没错 好 下一个换谁想死 是幻影旅团 呗 口气真的 别让他太神气 可恶 现在该死的人是你 你这个混小子 好 我最喜欢像你们这种不怕死的人 不过 还是要死 我可以自有自在地操纵体毛 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它变成强刃的针 你的拳的确很有威力 不过打不到我的心里就没有意义了 再这样下去 你的枕张脸可成为变成蜂窝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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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肌肉硬的跟钢铁一样 他们居然可以用毛跟牙齿攻击 一看就知道是道行已经很高的念能力者 这些家伙不简单 要不要帮忙 握紧 不要多管闲事 像这种老头小子 我能把他们碎尸万段 可恶 不可能 几千根头发已经卡在你的手上 再也不可能甩得掉了 是吗 那我就把你当成我的拳来用好了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别忘了我能够随心所欲的操作毛法 所以也可以轻易的让某一部分变得很柔软 可恶 畜生 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 你的幼直拳已经被我给制服了 自知八达的笨蛋 一下就被摆平了 我就大发慈悲的留着你的骨头好了 少废话 没有大脑的肌肉胆 这一招总算是对你有用吧 因为我的牙齿里面有神经毒 可以控制你的身体 让你无法自由行动 现在的你就像是笨大象 不过你的脖子以上可是没有受伤 所以还是可以感觉到恐怖跟痛苦 而且药效会慢慢增强 为什么不用治病性的巨竹 这样胜负一下就揭晓了 他一定是喜欢慢慢拷问 我猜的 我身体里面养了大大小小无数只的水质 而这些水质有些可以用来治病 有些水质则是可以让人生病 我就送你一些最特殊的水质当作见面理好了 我给你这些水质很不一样 它们会从伤口爬到你的身体里面 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你的膀胱 然后在那个地方缠下无数的卵 于是在你小便的时候 数以千计的小水质就会跟着冲出来 再精彩不过了 大部分的人到了这种时候 都会发狂似的剧痛 然后惨死 先让我的水质好好吃你的身体 你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就可以死了 真难吃 我们男孩以为越难看的怪物越好吃 想要打倒你们这些家伙 只要脖子一上还能动就足够了 子弹 不 是吃的从盖骨 难道也要对我用这一招吗 不过没有用的 因为我的体毛针 无论遇到什么子弹都能够弹回去 人就无法抵挡声音的威力吧 是 刚才突然跑出来的那些家伙 全部都被消灭掉了 对 英雄也是一样 库拉皮卡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废话 这还用说吗 我要去抓住那些家伙 先等一下 我们要等待打左念的指示 我无所谓 是的 库拉皮卡他一个人去了 竟然有这么强烈的愤怒 跟在客的心跳声 他完全忘了自己的存在 库拉皮卡 不要那么着急去那里送死 我们要重新整队 想好办法再行动 库拉皮卡 好 他的样子就像是故意去送死 再怎么下去就完蛋了 走 张、林丰 ню 为啥 人 鸟 鸟 다니 下来了 提名 师库晚了 希望你帮我向队长报告 告诉他我有胜算 就让我去吧 你这个混账东西 要大家也不先提醒我们 你想连我们的耳魔的战破不长 抱歉抱歉 可是要我先说的话 那家伙就躲开了 对你们来说在声音到达前 乌鞋耳朵再简单不过吧 话是没错 可是 对吧 那有什么好抱怨的 小弟 有你的牺牲器把我体内的毒跟水质吸出来 你的牺牲器应该办得到吧 我的脱眼鱼可以把毒吸出来 可是不能够吸活的生物 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又这回事 真是生脑结 我来帮你诊断一下好了 这是一种叫做马达拉特的水质 要是被这种水质寄生的话就很麻烦了 只要花一天的时间就能爬到人畜的膀胱 然后产下无数的卵之后就死掉了 而这些卵会很快的孵化 在排尿的时候跟着流出体外 不过 那个时候的剧毒会让人痛不欲生 但是 这些卵孵化的时候需要有浓度安定的胺 如果尿内的胺成分很稀薄的话 这些卵就没有办法孵化 直接排出来就不会痛了 因此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段时间 你必须不断地喝啤酒 不断地喝水 不断地小便 如果在黑色尿液排完之后 能够出现白色尿液的话 你就可以安心了 简单地说就是要我不断地喝酒 对吧 没错 好 小弟 你还是快点帮我把体内的毒吸出来吧 好 好 快点 去找一家酒馆 给我抢些啤酒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